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40年前我在電子公司上班 在那個電子公司 那個朝代幫助很多台灣的廠商 來做那一家的生意 以及幾個代表的廠商 就是將近期待 目前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就是上市公司 以前那家公司做的電動玩具 叫Unfari 所以那個朝代 他帶領很多台灣的公司的 各種電子產品的進步 當我離開那家公司以後 是做一個外商的工廠 外商的工廠 他所做的產品是空火槍 那個工廠 我們是從設計製造 到行銷 在那個年代就像是一個 現在以前的台商 就是拿了一個手機槍 跑遍全世界 在那個年代我呢 就是從 各種的展覽到處去跑 從美國歐洲 包括所有的國家 在十二十五年之間 我們跑遍了五十個國家 經過那個年代以後呢 我就是想說 我是不是要改變我的方式 在這兩年前呢 就是這家泰宇公司 泰宇公司呢 他目前呢 是從過去的那個 外銷產品 直到進口產品 所以我們進口的商品呢 我們就把他要求帶領台灣 因為那些帶領的話 因為那些布置的商品 都是新商品 所以你在帶領台灣 是非常的容易 所以陸續呢 我們陸續帶領不少的產品 所以我們帶領產品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從網路 還有私停 私停在發發 學校 在發發各種的通路 那現在目前呢 就漸漸的把我們的商品呢 目前呢跟各種 整鄉啊跟鄉村那個地方的 那個地方的 那現在目前就是 現在代領的商品呢 就是包括3D米 還有C 啊C管跟那個 跟那個老師 是有一點雷頭 那這個 C管老師代領專品 就是那個 那個 瑞典呢 就是IKEA的設計師 所設計的 他目前所設計的 那個C管呢 他已經走到變成 可以變成 電子零組件 甚至呢變成 風車馬達 都變成不同的商品 再過來 這代領 那個 愛迪生的機器人 還有幫助各種的炒牌 因為我的那個 那個 單位呢 是在AP 305 還有呢 各位呢 我目前所要做的 工作就是 就是 我讓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 我這裡的商品 各位看一下 有些 很多的都是電子商品 還有的是草本商品 包括電子商品 我們就是 體力來說 就是3D米 各位看它在左邊的話 就是低溫的3D米 就是唯一市場的 低於50度 它同時呢 可以手機操作的 它的材料就是用 環保的材料 那個材料呢 它被小孩子去胖的時候呢 它不會 它不會受傷 同時這個材料呢 還可以丟在泥土 就可以分解了 它是一個 愛護地球 它就是環保的材料 接著呢 這個產品呢 真理比了看護膚 陸續的推出 它就是從那個 低溫的 那這回來就是那個 那個 葵 葵就是像 目前市場所見的一樣 還有就是 我現在有帶來一支筆 它是Purro的 所以Purro這支筆呢 就是唯一市場的 這支筆呢 它可以出木材 銅 金屬 甚至以後呢 墨氣會出現 甚至是石頭 所以這種筆呢 它突破了很多的市場的階段 所以它的溫度的調整 也可以從10度 調整到100 沒有 從10 調整到100 從快跟慢 還有溫度呢 可以從低溫到250度 好 好 這對 像我們帶領的商品 總很簡單的 好 很簡單的 好 很簡單的 像各位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帶了一個像化妝的 那個手腰杯 就是說它是一個杯子 它只要手呢 就把它轉動 那就是它不用蓋子 它的溫度 它不用蓋子 那同時呢 它可以保證 保證呢它會3個小時 保冰呢可以6個小時 所以我們帶領商品 就是找一些市場他們也有的 甚至也包括一些說 那個Fuel Baby Fuel Baby 那個奶瓶呢 它本身是一個蛋夾式的 所以說一般的 一般的那個 做媽媽的 它有時候很辛苦的時候呢 它把那個奶粉放在那個蛋夾 等小孩子在空的時候呢 就把它蛋夾一壓 那馬上就可以衝一個牛奶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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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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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才會estershire recycle一直在使用 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说 我可以找一些国外的商品引进来台湾 那慢慢来 我希望就是说 我借我的就是说 以前的能力就是外销全世界 跑遍将近五十五十个国家 我靠够很多的商品 我可以把这个商品卖出去 但是慢慢的我想说 我把我希望的商品带给各位 就是因为我来参赞的展 是第一次参赞的展 同时对国内的市场 虽然跑遍了网路市场 还有实体通路 但是慢慢的我证明说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是在帮助小孩 如果让小孩 他会把他的想法 借由去想去做 去讨论去改进 这才是事实 所以我证明说 各位呢 我借我的职业的专才 我可以发现 发掌上更多的东西 相信各位 需要政府的商品 只要你告诉我 我相信我可以为各位服务 甚至我把希望我所做的事情 来回馈给这个 这个可爱的地方 甚至回馈我成长的地方 谢谢 谢谢